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情人节上映的话题电影 格雷的50道阴影 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 描述单纯的女大生 遇上帅气多精的企业家 发展错综复杂的关系 两人的激情戏码让观众血脉奔章 另外霹雳集团睽違15年再次推出电影 耗时3年半斥资3.5亿元 完成全球首部3D不偶动漫 奇人密码古罗布之谜 从操偶到后制全部都是MIT 布袋戏友还将首度开口说国语 颠覆观众印象 台湾霹雳布袋戏相隔15年 推出第二部电影 奇人密码古罗布之谜 结合3D动画技术带观众审理情境 发展过来 故事描述身怀无意的兄妹党 为了寻找木头机器人需要的稀有能源 前往西域展开奇幻冒险 片中稀有脸孔细致动作生动 加上磅礴的视听特效 带给影迷耳目一新的感受 还记得超人气动画马达加斯加里 四只搞笑客串的企鹅吗 这回他们首度单飞 在新片马达加斯加抱走企鹅 升格当主角 无厘头的企鹅帮和灰狼 联手对抗邪恶的章鱼族群 南北极两方人马交汇 擦出爆笑火花 畅销情欲小说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在全球书迷期待下改编成电影上映 英国演员杰米多南 和美国女星达克塔强生 为戏牺牲色相 演出尺度破表的激情戏 本片描述年轻帅气的企业家 诱惑单纯的女大学生 两人点燃爱火 展开一段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 日本电影《葡萄的眼泪》 是由导演三岛友继子 继卖作电影《幸福的面包》后 再次集结原班人马 打造温暖人心的疗愈故事 本片以北海道葡萄酒厂为场景 找来当地出生的男星大群羊 单纲演出 片中他在外地历经挫折 回到家乡和弟弟投入酿酒工作 品质却不尽理想 直到神秘女游客现身协助 成功挖掘酿制葡萄酒的秘密 主要社综合报道 热门国片《金钟乐园》 今年获选柏林影展电影大观项目 在当地影展期间上映放送 而这也是导演纽承泽近年来 第三部指导电影 受到主办单位青睐 面对影展评选团的肯定 纽承泽谦虚地推说是缘分 但仍希望透过《军中乐园》这部电影 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经历的喜思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时空 或者说历史背景 那其实除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以外 德国人可能是最能理解的 因为他们也长期的被高墙阻合 一如我们的台湾海峡 所以我特别期待 就听到他们看到这部电影之后 是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柏林展今年是第65届 展期除了在当地放映 来自全球各地制作 超过400部的剧情片和纪录片 包含各界瞩目的竞赛片 特应片和电影大观 选映的剧情片外 也提供摊位 供各国电影业者与观众交流 一次保览多元的电影文化 为推身保导电影能见度 由国家电影中心筹组的台湾团 今年除了带来丰富的国片 及时资讯 透过介绍详尽的参展手册 秀出台湾电影的多元 也期待借此 拉近与国际媒体和台湾的距离 庄社记者玲玲 柏林报导 每年4月在南台湾 墾丁登场的春浪音乐祭 今年庆祝十周年 特别企划网牌阵容 网罗肖敬腾 叮当等流行乐大咖开唱 表演尺度不涉险 热闹的音乐跟情歌 Rock Disco都是绝对会有的 所以我相信期间一定是这样的 可能大家一直都习惯听我唱情歌 但当天其实自己也不会让自己 太安逸 希望可以能够有比较 比方说舞曲啊 比较性感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有Rock的部分 另外张正月和MC Hard Dog等嘻哈饶舌的指标人物 则是春浪场客 到时候也会带来盛大的嘻哈派对 跟他们在一起就可以回到那种很嘻哈的感觉 我是觉得还蛮爽的 因为我自己也老了 有时候你说像热狗说他滑那个气氛 我就也不想滑 然后就觉得有点累 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就回到年轻的感觉 至于艺人是否适合代言酒品的话题 最近引发热烈讨论 张正月和肖敬腾都代言过酒类产品 认为艺人代言和酒价没有直接关系 相信台湾民众有一定的致志力 代言这个东西其实就见仁见智 要么就提高那个酒的售价 要么就是在那个酒瓶上面 有很多的这些警示这些标语 并不是说我们代言酒类 就是提倡说酒后驾车 卖房子就是提倡炒房 卖泡面就叫人家不要吃饭 不是这个逻辑 对就是说让大家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对就大家并不是这么无知我觉得 不过肖敬腾也表示 政府官员的想法 他也听进去了 会慎重思考每次选择工作的方向 中央社写的张志燕 王一文 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请求 雅加达为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 我是生门女们同一师队罗锦隆 在新的一年祝福你们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张泰山 祝大家新年快乐 歌手王力宏帅气现身马来西亚 魁为四年再发新专辑 粉丝依旧死忠支持 全场会上歌迷万头钻栋 挤爆现场 显示就算王力宏结了婚当了爸爸 人气魅力依旧不减 沉浸在家庭幸福的王力宏 对于记者追问何时身体二胎 他一脸腼腆 尴尬地说 女人太伟大了 自己只能生产电影和音乐 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会不会考虑 这个要问敬美 疼爱妻女的王力宏 对于狗仔跟拍 现在则是抱持豁达的态度 他说现在对粉丝没有隐瞒 被拍到顶多是晒恩爱给大家看罢了 现在不在乎了 现在不在乎了 这个也是得到了一种久违的自由了 可以说非常的开心的收获 王力宏幸福进阶到新的人生阶段 在阅历上也有不同的体验 这些都融入到他的新专辑中 除了唱歌 王力宏今年四岛自演的作品也将上映 电影中会有不同城市的粉丝入境 他强调是史上最多粉丝参与的电影 庄社记者郭朝和吉隆坡报道 杨带刚 郭洪志 王建民和陈金峰 平常没什么机会碰头的四大天王 这回合体到底为了哪一桩 原来是棒球英雄展 集结四位球星从小到大的相关展品 有些是本人提供 有些是各方搜集来的 连本人都来亲眼瞧瞧 哪一个才是印象最深刻的纪念品 刚进职棒之后2006年 球队拿到日本第一的冠军戒指 这就是对我来说的意义是 刚进职棒就可以享受到 这我棒的棒球起步点这样子 像我跟给莫审贈学长那个照片 对我来讲是最充满回忆的 你一直在提他 要不要两个做一起算了 没关系 隔一点距离比较好 别看球星们轻松打趣 站上国际舞台往往伴随痛苦的 受伤和复健过程 王建民曾接受肩膀手术 郭洪志左手轴韧带断裂 也多次手术重建 展出这些心酸血泪史 让最滋生的风泡陈金峰 看了也动容 可是我刚才看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没办法拿出来 因为小郭的骨刺 因为我没有骨刺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出来 看起来像牙齿 又不是骨刺 所以说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就是 他那个骨刺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而效力MLB最久 迈入第15年的王建民 展品多到连自己都记不得 谈起旅美多年来有没有遗憾 健仔说太少陪爸妈了 其实到美国这么久 我最遗憾就是没有好好在家里陪爸妈 对啊 因为每年都在外面偷 十个月才回来一次 然后看爸妈两个月又再回去美国 这是最捨不得他们的 无论是站上MLB的台湾第一人陈金峰 效力MLB最久的王建民 黄金左腕郭洪志还是年纪轻轻就获得日本职棒金手套奖的杨戴刚 旅外成就得来都不轻松 这次公开竹梦的新路历程 鼓励球迷勇敢追梦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张雅婷台北报道 14号即将登场的柏林影展金雄奖 今年竞赛片角逐名单依旧以欧美国家居多 包括朱利艳比诺曲主演的《没有人喜欢黑夜》 还有尼可基曼主演的《沙漠女王》呼声都相当高 至于唯一的华语片 大陆导演江文自导自演的《一步之遥》 去年底在大陆上映 票房横扫超过新台币28亿 成绩不俗 能否击败欧美劲敌抢下金雄 备受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